日本章与台湾二胡巧妙搭配 精彩演出台日民謠 为2021总爷和风文化纪揭开序幕 总爷和风文化纪已迈入第九年 今年展览特色 包括汇金漆器、筑麻制品 等日本国家级传统工艺品 还有辅导线的传统工艺品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另外就是所谓的不导翁小法师 还有的雅麻的织品 还有他的这个山村居 还有汇金的土这样汇金土的漆器等等 认识了湖岛他当地的产业 然后像这些达摩还有一些的编织品 不出国就能够了解这边的一些风暑民情 其实是很难得的机会 日本辅导线在311的时候 遭受震灾与核灾的双重创伤 今年刚好是311大地震满十周年 和风文化纪也记录当地 从震灾走向复兴的心路立场 并呈现复兴后的美丽风光 在2020的时候 台湾有疫苗跟有这个口罩 还有防疫物资来支援日本 在311大地震的时候 台湾是全世界单一国家中 捐助日本这个最多的一个国家 所以说那到现在 在日本用疫苗来跟台湾 这个来支援台湾 这点是这种情谊 坦白讲在患难的时候 特别容易看到 另外福岛喜多方拉面神社的 精神象征拉面大碗 也现身提供民众拍照打卡 将照片相传至指定位置 还可以兑换赠品 新唐人亚在电视 石进光临佩云 台湾台南采访报导